股民们今天是不是才刚上班就想下班了呢 因为今天台积电实在是太狂了 一开盘就冲上了千元 也正式的加入千元俱乐部 见证历史的一刻 台积电开盘就冲上一千元大涨二十一块 最终以一千零五元收盘上涨二十六元 涨幅达近三百分 成为台股第十九党千金股 而在突破千元后 每跳一次会直接涨五元 也相当于往后每涨一次 大盘就涨约四十点 而台积电周四猛涨 主要也是受惠周三美股 标普纳指再创新高 台积电ADR涨3.86% 收在新高点 同时带动台湾各股企业盘 台积电竞全晚间十点二十七分 共上一千零一十元天价 最后回档整理收在一千零五元 而周四台股大盘涨势 也没让投资人失望 一早开盘两万三千三百六十点 指数跳空开高走高 中场上涨三百五十点 以两万三千五百二十二点作收 创下新高点 NVIDIA股价再度的转强大涨 这个也激励了市场多头的一个信心 资金今天全面点火 不过近期股市猛涨 汇市却脱钩 新台币跌跌不休 受亚币拖累热钱出走 只是台币跌该不该换美金 分析师认为不太妥当 等到降息美元就会转弱 只是时间问题 TVBS新闻长张慧先 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